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自己作为一名血统纯正的80后 再看我们这一台人 核心内容也就一句话 坏事全都赶上了 而且全赶在亨吉儿上 什么叫亨吉儿 就是关键时间的关键节点 几乎每一个人生阶段 都会在那个年龄最重要的事情上 给予他们最最沉重的暴击 我知道会有一些90后不服气 说句公道话 你们也不容易 但是听完80后的经历 大概还是会抚摸着小心脏 弱弱的说上一句 为什么这么说呢 比方说这次疫情 对每一代人都有伤害 这是一定的 但是80后 正是集体奔向40岁的人生阶段 所谓上有老下有小 车贷房贷一肩扛 苦苦挣扎奋斗了20年 力尽艰辛 好不容易把家庭事业刚刚合乎成型 还尚未稳固 正是向下扎根未深的阶段 要知道很多生意 很多行业 很多大公司的职位 中间一旦断开 可就再也续不上 说到底 这场劫难过后 90后 嗨 也不容易啊 也不容易 但是30岁上下 还有机会 80后 将很难收拾残局 可能这就是我们的命吧 终将成为这时代浪潮下 最为璀璨的 弃儿 那80后到底指的是哪一批人呢 狭义点讲 就是80年到85年出生的这一代人 广义点讲 我觉得79年到89年出生 其实都可以算 因为每一代人之间 本来就前后相互挂着一点影子 没有那么齐刷刷 所谓的一代人 是指具有共同的社会体验 具有明显的时代烙印 因经历相同的世事变迁 而形成了某些 普遍性基础人格和思维方式的 代际群体 每一个个体之间的情况 当然不尽相通 我们跟思从眼中的世界 肯定是不一样的 但我们对时代的记忆是共同的 比方说 我们肯定都看过环珠格格 肯定都看过大话西游 肯定都曾为香港澳门回归祖国 而感到无比骄傲 肯定都曾为08年北京奥运会 而奋力欢呼 女生一听到这个旋律 就知道是孙燕姿的遇见 男生一听到这个声音 就知道是比昂的海阔天空 什么是时代烙印 这就是时代烙印 罗振宇说 八年后特别像排队时 被卡在中间的那批人 隔壁突然心开了窗口 排在最后面的二话不说 直接冲过去 排在队伍最前面的 人家本来也不需要动 最尴尬的就是中间的这批人 稍有犹豫 两边都是对位 俗话说 吃屎都赶不上热乎的 就基本准确的描述了 我们这一代人的生存处境 还有很多人举出各种事例 比方说 刚上大学学费涨了 刚要毕业大学扩招了 刚要找工作 08年次贷危机 刚要买房结婚 房价上天了 那真是一步一个坎 那其实这些事 对80后的伤害很深 还好吧 真的 在万千坎坷之中 这都小场面 无非是 干得更多 收获更少 赚钱更难 物价更高一些 钱财 身外之物而已 其实最终极的苦难 都来自于内心深处的 累累伤痕 这世界对80后不但杀人 还要猪心 太惨 地球都年了 毁灭吧 赶紧 累了 先说家庭出身了 你一睁开眼睛 首先看到一个家徒四壁的世界 因为80年代 大家都还普遍贫穷 但我还是说 贫穷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 这一刻 你命中注定 要同时面对两件 对你极为重要 又极不寻常的事 第一 你要面对古今中外 最奇葩的一代父母 第二 你没有兄弟姐妹 说实话 以80后的生命力之强悍 这两条任何一个单独来 咱都不拒他 但这二者叠加 便是你要在自己的整个童年 独自面对这两位大神 有的时候 我深度回忆自己儿时的经历 都很难想象 自己是怎么活过来的 运气太好了 纯靠运气 还记得之前给大家讲过 四五岁 把我一个人扔在长沙火车站 那我们的父母 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 没错了 就是现在跳广场舞的那一批 也正是当年扛着录音机 跳舞的那一批 也不知道 为什么他们这么喜欢 凑成一堆跳舞 这些人 大多出生于武林年代 吃过苦 挨过饿 读书少 下过香 当然也经历了一些动荡 他们有着极强的时代烙印 也带着普遍的心灵扭曲 还有很多令人难以理解的坏习惯 有一次我在北京出差了 一大早 那个酒店门口 我在等那个滴滴打车 突然听到身后有人 回头一看 你个六十多岁的大爷 疫情期间还改不了随地吐痰吗 我真那么想上去一脚把他踹飞 你吐也就算了 还要那么大声搞出一整套操作 仿佛在向世界宣布 你大爷踏着清晨第一缕阳光 身处宇宙中心出门溜弯了 你干嘛呀 所以你经常会见到一种十分普遍 又极为怪异的现象 就是80后的子女 在时时处处教导自己的父母 不要随地吐痰 不要乱穿马路 不要大声喧哗 不要在电梯里抽烟 不要未经同意 伸手触碰别人家的小孩 不要插队 就是仿佛在他们的世界里 就没有公共秩序和文明底线这件事 当然就像我之前说的代际群体 它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但并不代表全部 你还是能够看到很多 很体面的叔叔阿姨 所以每一个个体之间 还是会有些差异 那咱就说一些更加普遍的 首先 就是没有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感和分寸感 完全不懂得尊重个体 也从来不在乎对方的感受 比方说 我们这一代很多人 小时候都有写日记的习惯 如果能够坚持下来 对整个人生活有非常多的意义 无论是语言文字的表达能力 个人情感的宣泄 时光流逝的痕迹 这本该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 但是只要你敢写 他们就敢偷看 只要你敢上锁 他们就敢敲锁 只要你敢藏起来 他们就能找得到 他们不但偷看 还要拿你日记中的内容来质问你 就是他们不会给你的内心成长 留下一丁点私人空间 他不但要掌控你的肉身 还要占有你的灵魂 一旦他发现 你有自己的想法 他就会觉得你是失控的 他很震惊 就是你的生命中 怎么可以有那么一部分 是他们掌控不了的呢 他不能接受 这种掌控欲 很可怕 所以你有什么选择吗 要么在日记中虚伪的面对自己 要么放弃 而且他们对这个世界 有着极大的认知偏差 却又非常的固执专横 讲出来的道理 既无逻辑又无常识 漏洞百出又容不得你有半点反驳 你跟他讲道理 他说你顶嘴 你跟他逻辑论证 他说你吃了硬的 你给他普及常识 他说他吃的盐 比你吃的米还多 那 那你为什么要吃那么多盐吗 就你肯定是闲的呀 一旦输不过你就动手打你 你大了 他老了 打不动你就说你不孝顺 总之翻来覆去就这两招 要么使用暴力 要么道德绑架 这不巨婴吗 我们年纪尚小的时候能懂什么 总是天真的以为 咱把一件事情的道理 讲通讲顺 至少以后在这个问题上就不会再有矛盾了 长大之后才逐渐明白 他就不是来跟你讲道理的 他只是要跟你闹一闹 他自己心里不痛快 就一定要反复折腾你 让你跟他一起不痛快 为什么呢 因为他占有你的全部嘛 你怎么能跟他步调不一致呢 你说咱要是有个兄弟姐妹 至少能有个人商量商量 如何应对 可这注定孤单的童年 我连个分担暴力的人都没有 那皮鞭子沾凉水 就他妈是为我一个人准备的 一面要求你诚实守信 一面年年存丢你的压岁钱 仿佛一次考试成绩不好 我接下来的人生就只能去扫大街了 除了上学考试所需的教材课本 其他都是不学无数的贤书 老师说什么他都信 专家说什么他都信 传销说什么他都信 卖基金的说什么他都信 总之他信全天下 唯独不信 而且他们这一代人 从来不觉得自己有错 也从来不肯认错 如果真的因为自己的问题 造成了无法挽回的局面 他们会拍大腿 会认倒霉 会说都是因为谁谁谁 但却很少深刻的自我反思 我前几天跟一个北京的哥们聊天 他说他爸年轻的时候 怎么对他 怎么对他妈 给他的内心造成了怎样的伤害 我说 如果有一天 在某种机缘下 你爸非常诚恳的跟你道歉 说自己年轻的时候 确实有一些问题 做了很多伤害你的事 他现在也很后悔 并明确的跟你说一声 对不起 你可以原谅我吗 那哥们愣了好长一段时间 大概要15秒 我都能 就在那个过程中 我都能看到他 眼眶慢慢湿润变红 他说 我操 那我肯定得哭 我说你会原谅他吗 他说当然了 就这一句对不起 所有以前发生的事都不再重要 所以你看 儿女 其实是很容易原谅自己父母的 他紧接着说 但这是不可能的 他们是不会道歉的 的确 有时候 我跟我姑姑聊天也会说到 我爸 他94年 做皮草 一夜之间发迹 身价千万 哈尔滨市中心 沿街的商铺 4000个平方 我自己都数不清 他有多少房产 那简直是目空一切 但却从来没有想过 要为我做些什么 我从14岁开始 苦苦哀求了两三年 想让他给我买一把 80块钱的鸡汤 他说尽各种理由 对我百般羞辱 愣是没给我买 那一刻我便知道 他的富贵与我无关 就是狗富贵 必相忘 03年非典破产 卖车卖房 欠下一屁股盏 我们一家呢 就搬到一间 远离市区 又破又小的房子里 我眼看着他 尿尿嘛 哗尿了一马桶的血 然后晕倒在厕所里 我妈也因为 他们二人之间不可 调和的矛盾离开了我们 从20多岁开始 我带着重病缠身的他 在举目无情的上海 四处寻找出路 我光给他还债就还了十年 中间在四处借钱 刷爆信用卡给他看病 其实我并不是很在乎这些 他给我带来的损失和苦难 我真正深以为然的 是他自始至终 从未对我说过一句抱歉的话 也从来没有跟我说过一句谢谢 而我那些年 为他还债的钱 其中有一部分 正是我弹琴喜歌这个情 我姑姑有的时候都气不过 就问他说你到底是咋想的 他说也没想到他能成才 现在仗着自己老了 两手一摊 反正你得管我一失重心 有时候我真觉得 他们没有正常人的情感 算了说不完 有点庆祝难书的意思 当然我这一对父母 可能真的也比较特殊 有很多人都说 说啊 壮哥 壮哥很好 很幸福 家庭幸福 然后各种美满 然后事业也还可以 怎么这么严重的抑郁症 我跟大家讲 我的抑郁症 基本上都来自于家庭 各种各样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跟事业上的关系不大 当然就这 我还没跟大家讲 我妈从小到大是怎么对我的 那真是一把心酸血泪 所以我一直跟四姐说 在面对孩子这件事情上 我们要竭尽所能地隔绝 上一代父母对我们的影响 一切伤痕到我们这一代为之 后来跟北京那哥们也有说 其实我知道他们这一代人 为什么死不认错 因为在他们的童年记忆中 有这样一个深刻的印象 就是一旦认错 便是万劫不复 所以 也不容易 都不容易 好吧 随着年龄的增长 大家开始逐渐脱离父母的掌控 独自面对这个世界 你会突然发现自己跟这个世界的步调 不在一个节奏上 就是 你的前辈 大多是七零后 这一代人 勇敢坚韧 相对于五零六零而言 他们更有知识 向下面对我们八零后 他们更有经验 在很多行业的专业功底 非常扎实 也是很多事业的开创者 所以八零后 从七零后身上看到了很多职业神圣感 就比方说 我自己所在的这个影视行业 胶片一响 黄金烂粮 拍戏直视五小时 他们教我们专业 教我们行规 教我们信念 教我们坚守 我们是干最苦的活 挨最狠的骂 熬最深的业 担最重的责 苦学五年十年 终有所成 胶片没有了 要知道 就是一旦进入数字时代 那么整个行业的结构都在发生变化 设备越来越小 然后拍摄也越来越趋向个人化 好吧 因为我们还不算老 于是紧跟时代步伐 在不断的科技进步中 边学边干 但问题是我们的大脑 有一部分还停留在上一个时代 就总觉得 这玩意这么能行吗 结果90后成长起来 又给我们狠狠的上了一课 不但能行 而且很行 因为我们以前一排东西 都三四十个人 人家这三四个人的小团队 也可以非常精彩 视角之多变 运镜之诡诀 你不看制作花絮 你都不知道它是怎么实现的 这就是90后 天马行空 心无挂爱 我们抬头看看70后的坚持 再回头看看90后的多变 心里不知道该怎么拧巴好了 我们入行 跟着70后 无论怎么挨骂 就算挨打我们都忍着 回家想想 自己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等我们成长起来 90后入行 稍微说人家两句 人家就辞职了 回头给你留下一句 那你找找自己身上的问题吧 怎么问题都出在我们身上 我们是前脚球的大哥说 能带我们玩吗 后脚红的小弟说 能跟我们一起玩吗 当然 也不得不承认 好处是 我们在这两代人身上 都学到了很多东西 还有一件事 也是十分虐心的人生大事 就是80后买房 我一直跟朋友说 这件事真正扎心的地方 不是房价贵 是你眼睁睁的看着它 就在你面前 而你却永远都追不上 其中有差不多10年左右的时间 你所遭遇的是 只要你今年敢存20万 房价就敢涨50万 第二年你存50万 它就敢涨100万 你以为一年一个价 其实它每天都在涨 突然有一天 就比方说 你发了一笔小财 妄想着 是不是能付个手付先 回头一看 它竟然限购了 去交满两年社保 坑着别度又弄了两年 把两年社保交起了 嘿嘿 它改五年了 好吧 无论你通过怎样的方式 双方父母资助也好 夫妻共同努力也好 自己事业有成也好 终于在三十大级 坑吃别度的扛之巨债 买了房子 突然间它又不香 人人买房都增值 除了我们 原来是站在楼下 望楼兴探 现在是站在楼上 想跳到楼下 没错了 这就是我们 为拐点而生的 80后 抽奖累积早目的 平安无事牌 在这样的岁月里 平安无事便是好事 B站 YouTube 微博 各一枚 希望大家多多评论 点赞 积极参与 壮哥会统计评论区 参与者姓名 录入抽奖器抽去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像飘飘荡荡 眼圈竹廊的船贪恋港口 岁月轻柔 我与你慢慢走 我愿意永远在你身后 停跌跌不朽 岁月轻柔 就这样绵延无尽头 愿苛刻斑斑 平平安安的 缠扶着守候 岁月轻柔 就这样看溪水长流 愿苛刻斑斑 平平安安的 缠扶着守候 岁月轻柔 岁月轻柔 像时间流过 一句话都不说 这一种 将留恋 抹不去的岁月 人世间眼前 你从来不走远 即使各自安静无语言 我还是能感觉 音乐轻荣 你陪着我走 烟火的繁华是你 在我故事里的停留 牵我的手 要陪伴你很久 像飘飘荡荡 厌倦助浪的船 他连港口 岁月轻荣 我与你慢慢走 我愿意永远在你身后 停蝶蝶不朽 岁月轻荣 就这样绵延无尽痛 愿磕磕绊 平平安安的 潜伏着身后 岁月轻荣 就这样绵延无尽痛 月轻荣 月轻荣 平平安安的 潜伏着身后 岁月轻荣 就这样潭水潮流 月轻荣 月轻荣 平平安安的潜伏着身后 岁月轻荣 岁月轻荣 前 Quando可以 制作人 klein 岁月轻荣